Mr.Zorro717 他说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因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一个人的第一份工作是不是会局限个人的未来发展 如果第一份工作不是自己满意的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很迷茫 希望你能回答 其实他就是有两三个问题包含其中 第一个问题我真是非常想听 自己的价值观是不是应该随着工作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自己的价值观其实不仅随着工作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它其实是随着你自己人生的阅历而改变 但是我觉得有些核心的东西你最好早一点能够固定下来 如果一个人一直到了50岁60岁才逐渐形成自己核心的价值观的话 你可能这一辈子不一定能走得特别远 所以我觉得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大学刚刚毕业这个时候 你不用考虑太多 我这个价值观是不是会适应下一份工作 而是说就是作为我一个人 无论我是现在还是在我所能看到的未来 什么东西对我重要 这个我觉得是真正所谓形成价值观的一个最核心的一点 另外就是说价值观其实很多时候它不是说自己我苦思冥想 一点也行 价值观是跟你周围的人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其实应该把自己放开 就把自己打开 去让自己去主动的吸收和接受 外界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影响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自己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和一个体系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能做到统一 很多时候没有价值观 其实不是说你真的没有 而是说你的一种价值观跟另一种价值观发生了冲突 你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 如果刚刚走出大学 第一份工作就能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挺不容易的 对 应该思考非常严肃 是 而且还看样子是不太愿意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他才有这样的问题 是的 如果这份工作跟你价值观想冲突的话 想都不用想 拔腿就走 无论是什么样的薪酬 无论是什么样的待遇 都不值得你去为自己的价值观付出牺牲 感谢观看